大家好,我是桑普 很高興又和大家可以談論一下最近的時事 抖音,國際版的TikTok 也都引起了很大的一個美國 甚至國際的很大的反響 在這一節可以給大家免費聽的這一段視頻裡面 很簡單會和大家去回顧這段最近發生的新聞 和講出一些我自己的分析 大家知道TikTok就是抖音的國際版 抖音就是一個軟體或者APP應用程式 可以讓你錄一個15秒鐘 去到一分鐘的短片 可以上傳數去到APP裡面 加一些Animation 加一些自己的花花火火 就可以和同好在這裡分享 大家如果了解這個功能的話 就知道是相當吸引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很喜歡一些 可以很快吸引到他注意力的東西 而且很快有些很有趣的東西可以找到 問題不是在於這些內容 而是如果這個APP是可以被中國共產黨 在背後可以拿到有關的資料 譬如你的人念辨識 你的名字 你的email 你的電話 你的住址 你的定位 你的編號 等等 不一而足的個人資料 它可以形成它的大數據 譬如最近你看到 在香港 有一大堆的大陸的專家 六個月可以來香港 可以幫大家建方艙醫院 甚至做核酸檢測 大家不要忘記 核酸檢測 是靠什麼去做檢測的 是靠各社的DNA 如果強制大家做DNA檢測 你的DNA 是完全掌握在這批專家手上 它可以怎樣用 真的 用你DNA的奧妙之處 傳扶它的心意 它要怎樣用 放在哪裏用 我們可以監管到嗎 是不是 現在林鄭月娥甚至沒有說 你想去challenge這件事的話 說這些東西會送中的話 分分鐘告你 各位 現在去到這樣的情況 大家知道 凡是發惡的情況 就知道 真假就很清楚 是不是 所以都不需要多加解釋 但是 抖音和TikTok這個問題 已經是相當嚴峻 因為 美國磨拳擦掌 又說星期六 想去全面取締這個TikTok 在美國的營運 這一點引起了軒然大波 去到現在 即是 星期二就是接下來 我們看到 還未有一個反應 是否即是雷聲大雨點少呢 各位 no 一定會做事 只不過是說 現在考量在做什麼 大家知道 這個TikTok究竟會怎樣做 一個週末 去到星期一 今天 都看得到 TikTok的高層 都在開會 去做一些事情 據說 就是 他們研究過幾個方案 因為 因為 TikTok未來 會怎樣算 不外三種可能性 一 就是 美國政府 會全面 取締這個TikTok 在美國的所有業務 關停 現有的一萬五千的員工 全部欠散 這樣 一了百了 這個也是 上個月 Peter Navarro 已經說到 一定要有一種果斷的措施 甚至 Pompeo 這個國務卿 已經說 一定是 Trump會採取 強烈的行動 去對付TikTok的 這個可能性 我認為是最好 而且是 最實際的做法 不要認為 萬五個人失業之後 就變成了 他們是jobless 之後 就會捱窮捱 各位 他們自然 會有故事 可以請到他們 研究這班的人 肯定不是 五六十歲的人 是一班 二三十歲的人 有手有腳 你還怕他什麼 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是 不需要擔心的一件事 國家的安全 或者是一個 資訊的安全 治安 是給 一萬五千的人 那份工 而且可以 用其他工去替代的一份工 更加重要的 那現在 全球媒體的焦點 就不講這件事 就講第二和第三點 就是說 是不是會賣盤 即使整個TikTok 賣盤了給微軟 即是這個Microsoft 還是第三種可能性 就是說 分拆 就是說 不是賣盤 賣盤給微軟 又是微軟 代替了北京自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 就是Bitedance 成為了TikTok的唯一股東 這個賣盤的方式 其實我上次講過都不能夠根治到這個問題 因為那個根就是這個TikTok US 充滿了中國間諜 而且它很多的部門知道 一個間諜 一顆老鼠屎 就可以說一顆粥了 接著有第三個方案 這第三個方案 就是近日 董事會 TikTok US董事會 傾向將TikTok 去分拆 不再由這個Bitedance管理 這件事就很害怕 分拆 就是找掩眼法 即是等於 一開三 一開四 但開了那個四 究竟由哪一個 是能夠管理的呢 今天不是Bitedance 而是TikTok 那是Dance Bita 全部都是中共去管理的 這樣的情況下 換湯不換藥 找一些異形換影的方式去做事 是否可以呢 這件事我覺得都不能夠接受 近日的討論就是說 TikTok的創辦人 即是抖音 在中國的創辦人 也都是現在的CEO Bitedance的CEO 張一鳴 就是反對分拆的 仍然認為應該賣盤 不過幾乎其他所有董事 其他directors 都基本上都是要求分拆 但無論是賣盤和分拆 It is not acceptable 一定要全面將它 粉碎 這是我覺得應該要做的事 不是說容許一個這樣的 可以影響這麼大的一個魔鬼盲獸 繼續在美國那裡試 大家知道呢 美國有兩個Apps 中國的Apps 一直都很浮泛地被應用 一個就是WeChat 微信 微信 去到外國就叫WeChat 就好像很fancy 接著抖音去到外國就叫做TikTok 這兩個這樣的Apps都需要全面封殺 也都因為這樣 相信很多在美國的在美華人 在美華籍人士 和一些本地的美國人 亦都可以專用其他方式 大家知道美國是很流行 WhatsApp WhatsApp是Facebook旗下的一個Apps 除此之外 有一個下載量特別暴增 尤其7月13至19日 是對比前個禮拜 是暴增了213%下載量的 就是LINE LINE就是很多台灣人用 日本人用 韓國人用 它是韓國的一個集團Nava 它是在日本所設立的一個Apps 即是LINE LINE LINE 香港人都熟悉 不過少用 香港人多數是WhatsApp 在台灣的話 基本上是用LINE的比例很高 而且它有很多的設施 或者設備 或者一些Icon 亦都比WhatsApp 比較fancy一些 當然啦 無論是WhatsApp和LINE 都不及得譬如Signal 這些這樣 更有網絡安全的保障 但無論如何 美國人現在好像想放棄TikTok 放棄Vchat 轉用LINE 這個比例在上升 尤其在美的華人更加多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澳洲又怎麼辦呢 澳洲政府要加緊注意TikTok 根據ABC ABC就是澳洲廣播電台的報導 澳洲總理 莫里森 這個Scott Morrison 已經指示他的情報部門 調查TikTok這個App 有沒有涉及到 構成資訊安全 國家安全的問題 而內政部 澳洲的內政部 也都在研究 有關的措施去反制 一些涉及到個人的隱私 和一些 我們叫做資訊安全的問題 相信這個問題漸漸 會得到解決 在澳洲來說 WeChat 尤其是微信 微信 尤其多 在澳洲 已經超過200萬人使用 這個相當大的數目 TikTok的澳洲分公司 也將會將使用者的資料 聲稱儲存在美國和新加坡 他們的公司聲稱用戶 無需擔心個人資料被侵害 TikTok說 他不會將澳洲用戶的資料 分享給其他的組織 政府 包括中國政府 即使被要求這樣做 他都不會分享的 各位 騙鬼吃豆腐 那你也相信 中國政府 根據中國國家安全法 是要求在中國的抖音公司 分享他自己武功 及全球所有子公司 涉及國家安全的資料 並寫明是有義務分享的 如果違反法律 就是一個違法的行為 那你為什麼要寫一些東西 說你必然違法呢? 其實說到最後 就是中國政府 很希望用這個地方 來粉飾門面 證明他不會分享 事實上 騙得了誰呢? 全部人都騙不到 全部人都騙不到 其實很簡單 這些這樣的公司 越說越是那樣東西 此地無銀三百兩 可以這樣說 去到這樣的情況 你說TikTok 不會分享這些資訊 給其他人 找我來說 我就不相信了 很顯然的 這些個人資料 是所有 我告訴你 如果熟悉IT企業 所有這些企業的crown jewel 是他們的基本 為什麼要營運這個APP的原因 你想一想 這張WhatsApp是免費的 你看我們這個視頻 基本上是YouTube 或者是 我免費開放給大家看的 都是免費的 在免費的情況之下 我有沒有收錢 那那個YouTube 也未必是下廣告 收這個錢 那請問 它有什麼付費 它賺什麼呢? 就是賺取 你和我的個人資料 你和我的個人資料 本身就是 asset 就是一個資產 正因為這樣 所以這麼多公司 加入這個 所謂的大數據的建立 而你想一想 這一點 在YouTube Google 甚至在WhatsApp Facebook 他們的集團 本身也有很多 資訊安全的疑慮 需要澄清 那盛在就是 有美國這個民主政府 可以有所監督 但是 如果這個APP是中國的 是中共的 那你想一想 WeChat是什麼情況 Alipay是什麼 你想一想 TikTok抖音是什麼 它全盤可以掌握到 而這隻看不見的手 是相當可怕 它可以將你在TikTok 在WeChat 在微博 在這個 所有 你交易的紀錄 RDP的紀錄 所有的東西 做成一個大數據 專門可以 對付各客 那麼 對不對付 就是全負一心 並不在於 客觀的人 就在於 共產黨主觀的心 這個是相當可怕的 而8月2日 在星期日 北京自節跳動科技 一間公司 就是 TikTok的母公司 也是在 深夜的11點47分 發表一個聲明 它說 這個Bitedance 就是它持有TikTok 持有抖音 它就說 公司面臨緊張的 國際政治環境 不同的碰撞 和衝突 更加指出 對Facebook的一些反對 它說 Facebook是抄襲和抹黑它 導致公司 原本是一間全球化的公司 現在就要加大投入 創造價值 但一直都是嚴格遵守當地法律 依法會維護自己權益 說到這裏 你會發覺到 相當可怕 即是說 他們依然不認為千錯萬錯 不是自己的錯 是Facebook的錯 是你抄襲 你抄襲我 偷完人的東西 即是我去金譜搶完東西之後 搶到自己手的時候 你要我還給你 偷我的東西 這樣都行 你想一想 去到這樣的情況下 是一個什麼的世界呢 我們看到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Whatsapp YouTube Maxniper Snapchat Google Map Google 甚至Gmail 這些美國公司 是不是全部都針對TikTok去玩呢 還是 受害人 正正就是這些公司呢 所以我想 大家要想清楚 就是 誰是加害人 誰是被害人 不要被人去蒙騙 而去到這個位置 你要發覺到 美中關係已經一去不復返 不要再幻想 美國會停手 美國是絕對不會停手 OK 一個香港自治法案之後 跟著都是 即時去譴責 香港很多現場 分分鐘取消 立法會選舉的行為 去譴責通緝六個年輕人的行為 同時 不只是針對香港 是針對中國才有效 針對中國 去到講到這個 抖音 TikTok 它本身面臨到的一些風險 要全面 在美國本土 將這些毒素清除 我覺得這一點是相當重要 要用一個 Drastic 的方式 包括 全面 去將 TikTok 解散 宣佈關閉 解散 清除 遣散員工 趕員工 趕一些非美國籍的員工走 這個是基本上的一個原則 這個之外 還有很多中共的黨員 在美國 是否要將他們 整走 中共 有黨籍的一些留學生 是否請他們走 這一點是很重要 去到目前這一刻 大家會知道 現在的形勢已經去到這樣的局面 那我在Patreon 收費的頻道 我會更加講清楚 一些 抖音 本身 這幾年來 面對的是什麼爭議 去深入一點 告訴大家 同時也會告訴大家 胡錫進 這個 梁建章 甚至是看到外交部的 郭文斌 有什麼反應 那希望大家 能夠訂閱 桑普的 Patreon的頻道 希望多多支持 我繼續在網上 自由發聲